这是这个城市的市政府啊市政厅 就像国内很多朋友说 这美国警察什么样 这种社区富裕宁静安全的社区 警察就天天跟人一块玩 没有那么多恶劣治安事件 网上都愿意看什么零元购啊 黑命贵啊 像这种社区 它就这种城市吧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特事 萨伯 我的老朋友 这活动名称就叫cops and cars 警察和车子 基本上就是警察和车友车主们一块玩 大家一起玩 然后把市政府的这个停车场拿出来 让大家在这聚会玩 我们看一下 小mini 英国绿 玩呢 给小孩玩呢 F150 F150 这个是电车嘛 F10电动版的警车 这车型啊 视觉 荷兽 荷兰车企 Win Vicky 这是大网红 哎呦 这奔驰 这大轮子还挺帅 拍这照几张啊 我先拍几张这视觉 这车很少了 这车以前在国内 中国上海 有这车啊 网上很多拍这个车的 大牛这已经 网红们都看多了啊 视觉太少见了 小孩 带小孩玩呢 看这个制造工艺啊 基本就像手工打造一样 还是变速挡杆 有点像那个帕加尼那种啊 当然没有那个把机械结构展现的更赤朵一点 这个踏板的行走机构都比较裸露的啊 这男生喜欢机械的啊 就对这东西都特别着迷嘛 你看看这警车 Sandy Spring 是另一个 这小孩玩喇叭呢 这带小孩玩呗 对讲机嘛 扩音喇叭 小孩在里边玩呢 不特意 这是端屋底啊 也是一个隔壁友好城市的车 这边一半警察车展嘛 就各个城市的警察都带一个车来支援一下嘛 这个特警的车 前面带冲锋的啊 雪佛兰的tahoe 先看一下这个车吧 这车能坐上去啊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living the dream can you take a seat oh thank you be careful yeah 让坐啊 都让玩 咱也咱也坐这个车体验一把啊 我看看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紧急管控啊 紧急灯 light bar LED灯 都是各种灯 这都是灯的控制 风扇 可以坐上来坐呀 别磕脑子啊 咖啡 别人咋 这车上这么多监视器呢 看各个角度 这是啥呀 门锁呀 嗯 这射击口是吧 射击口 开个这车开坦克似的啊 行 这感觉行啊 这后排啊 后边的座舱 对着坐的 人能站上去啊 瞭望或者是射击啊 上面有个像坦克似的出去一个盖子吗 打开 玩狭盗列车手 在洛生都里边搞事情的朋友 跟这种车打交道的机会都非常多了啊 雪佛兰的Tahoe 这K9啊 K9就是带警选的 这边是摩托车队伍啊 这给小孩发礼物的啊 给老奶奶志愿者们 给小朋友发一个小帽子 发一个玩具 小鸭子 玩呗 开心啊 主要就是玩 嘿嘿嘿 这是一个理发店是吧 啊 这车后边还有理发师 这个就是给客人理发做的位置 主题挺好玩的啊 你看 他们还穿上这样的衣服 指挥车可以上 一会咱看看那个美国的警察 移动指挥车里边什么样啊 看看这大消防车 这个牌子是 Stanford 我好像读的味道对不对 反正是一个专门做 特种车辆 尤其是消防车的一个品牌 还有一个是LFA 那个已经倒闭了 这边是消防员们啊 这一个小团队 指挥车里是什么样 这是会议室啊 还有监控啊 指挥车里边 这个作战实验室 这边是个水槽冰箱啊 上面微波炉咖啡机 这应该是个洗手间啊 这个房车嘛 这指挥车啊 这边就是电话 电脑 对讲机 大屏幕 看这一个车间啊 这边有两个工位 这边有两个工位 这有一个机房啊 做数据应该是服务器吧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啊 上面空调 这小白板 这里边应该是储物格 放一些工具啊什么的 主要还是一个通讯中心吧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一个大的移动指挥车 里边就这情况 左边会议室 右边呢 是通讯中心办公室 来我们看看这个车吧 这他把这个车门打开了 电动警车 电脑啊 松下的电脑 当然他这个警车版改装 把前面中控台都已经改了啊 那他这个档呢 还是可以放下去的 不过放不放都无所谓了啊 摩托罗拉的对讲机 摩托罗拉的电台 三个点營器电源 大家想进去 触摸任何按钮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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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警官都说了 你可以进来随便摸 那咱就坐上来吧 这个是对外喊话的 这个是内部电台交流的 这小哥们喜欢体验后排啊 体验后排也是一种体验 嗨 Good How are you? 活动不错 嗯 玩呗 这个小孩喜欢坐后排被关的地方 跟警察姐姐聊天 小孩坐里玩呗 是吧 这活动就是触碰接触 这种感官的接触才是最直观的啊 比那些什么说教啊 写笔记写日记啊 比那强多了嘛 1941年的凯迪拉克62 这时速 这边是时钟啊 两个大表 中间还有收音机 80多年前的豪舍 那这个是进风的地方啊 里边吹风的 把这个打开 这车得七米长了吧 这车啊 七八米长了 看看这个雪佛兰 贝尔 警长的车 所以是50年代的啊 这个不知道它是原装的车 还是它改的 应该是改的啊 你看那个字 它是拿后来那个贴纸给贴上的 这有个 Pontiac Fireballs 有这这大引擎箱啊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就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吧 做了很多这种旅行房车啊 眼前的是GMC的 还是一个六个轮的 后边是双轴的 怎么就不进去了啊 大概在外边看一下就行 咱们看一下这个电车啊 Lucy Lucy这个电车呢 它总部呢 就在特斯拉隔壁的湾区 专门做电车的品牌啊 这边展区呢 基本都是车行的一个sponsorship 就赞助的嘛 这是GMC和别克啊 在美国GMC和别克呢 放在同一家车行 同一个销售网络和售后网络 来进行销售和服务的嘛 车行带来电动汉码 汉码已经在商标权上归属GMC了 然后汉码作为一个型号的名称 GMC旗下进行销售嘛 GMC的汉码 看这减震器啊 大气胞 启动减震器 配色挺好看的啊 黑白对比的 但是你看手总摸这儿 这还是一个仿布材料 不是那种皮革的吧 这时间长容易黑嘛 上去体验一下 这大车 这味道吧 就是典型的美系车呀 还有一些普通日韩车系的味道 那是 有一种进入耐克工厂店的感觉 一股子橡胶橡皮的味道 基本都是方形直线线条的设计 这是GMC的Cadia 那葛拿里都是顶配版的 带来会展 带来车展活动 肯定都带顶配车了 好久没研究这个车了 以前在通用工作的时候 出差的时候经常开这个车 不过那个时候给的都是老款的嘛 都当年的新款车 闪电麦昆 爷爷爱看这些老车 老美国车 爷爷先来准备看哪个车 年轻人看宝马 大叔看美国老肌肉车 它是C5换了个C2的车头和车尾 就它其实是一个新一点的克尔维特 但它前边和后边 都采用了那个老克尔维特 经典克尔维特的设计 拼出来的车 就是在BodyShot 我做板筋 或者说做喷漆 重新做出来的一个车 也都是合法的 欧哥的新车 它把这个电车放在GDX上边了 然后起步价是66,000美元 能跑300英里 折合公里的话 480,500这样 贵的75,000刀 看一下这个吧 汉马11 Good How are you? 这车主说这车刚从战场上回来 我都信 这仪表盘在上面 抬头看仪表 看时速 点火开关 停 开 这原始的车它没有starter 所以就得crank就得第一个点火 就得人摇起来 像拖拉机似的 很多老车它都改starter 改电点火了 就好很多 拧钥匙门就行 有一个Nation Switch 那这个它现在还没有 所以就在这 展示一下 他听咱在这讲解 所以他给咱演示一下 有Ui starter 它也加了电打火 阿尔法罗密欧4C 老奔驰SL 七几年的 79年的 OK 这一期的视频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